嗨嗨 Stephani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要來開箱我的top 10香水 每一瓶都是我的最愛 我的朋友剛開始都還不認識我的時候 對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嗯這個女的好香喔 就是都會噴各式各樣很多的香水 所以今天呢就要來分享我的top 10 我的第十名呢是這一瓶ZARA的 它是Waterly Tea Dress 它的香調是偏花香調的 然後它裡面有扶手乾薄荷跟色香 我這個人偏喜歡花香調跟色香調 所以這一瓶真的是也是很好聞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 ZARA它常常都會有一些很厲害的香水 就像這很便宜 但是呢它的持久度很好 到晚上你都還可以聞到它的味道 所以我非常推薦它 我的top 9呢是KUJI的BLOOM 這一瓶呢它也是偏花香調 它的前調呢是巴紗茉莉 然後中味是碗香玉 後味是金銀花 它噴的時候呢會有一個很濃很濃的茉莉花香 所以我蠻推薦喜歡茉莉花香的朋友們 給人一種很溫暖 然後呢又溫柔 蠻氣質的感覺 所以偏氣質的朋友們可以去買這一罐 推 再過來是我的top 8 這一瓶也是KUJI的 然後呢它是GORGEOUS JASMINE 這一瓶是我在波蘭買的 它的前調呢是義大利柑橘 中味呢是玉蘭花香跟阿拉伯茉莉 後調呢是印尼廣闊香 我個人也是很喜歡這一罐 因為呢它很持久 然後它的玉蘭花香是真的很香 就是給人家一種蠻優雅 然後又有點神秘的感覺 所以呢喜歡茉莉花或是玉蘭花香的朋友 可以去試試看這一罐 這一瓶呢是我的top 7 也是來自ZARA的 它的味道呢是偏向花香調 它裡面有牡丹跟廣闊香 它跟我剛剛的top 10呢 是同一個系列的 都是JO MARLON聯名的 我個人真的覺得ZARA的香水CP值都超高 而且它的持香味也很持久 就是你早上噴 你晚上都還可以聞到它淡淡的香味 我覺得這一瓶廣闊香的呢 它給人一種比較神秘的味道 就是那種女生如果噴的話 你會想要進一步的了解這個人 然後呢另外這個我的top 10呢 就是偏女生的 就是比較氣質女生的碎蓮的味道 所以我平常很喜歡 打扮的比較稍微酷一點的時候 我就會喜歡噴它 再過來呢我要介紹我的top 6 Miu Miu的謬思女神 它的味道很酷 裡面有菱蘭 然後跟獨創的木質心香 甜調呢有菱蘭跟佛手乾 中味有茉莉跟玫瑰精有 厚調是木質心香跟澀香 真的覺得它的味道是大家都會喜歡的 它有一種就是一個很貴的味道 聞起來也蠻有個性 然後也也很清新 就是那種小女生的味道 但是我是覺得它比較適合的年齡段 大概是18歲到25歲的女生 所以我平常喜歡穿小裙子的時候搭配它 好來 這一瓶呢 ROEVE是我的top 5 這瓶的名字叫做 瑪德里奇蹟天光 香調呢也是偏花香調 它的前調有蜜菊 然後中調是茉莉 玲蘭還有木蘭 後味有檀香跟澀香 它是一個很清新的味道 就是給人一種很乾淨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剛洗完澡出來的味道 你會想要一直聞這個味道 因為真的很舒服 就跟它的包裝一樣 就是乾淨 然後就是 再讓我聞一口 就是 就是很香 真的很香 這我一定會再回購 因為我買太小罐了 再過來是我的top 4 這一罐也是mewmew的 我真的超愛mewmew它們家系列的 它這一瓶是玫瑰 它一開始是甜而不膩的花果香 然後慢慢的轉變成木質花香 它的前調呢是黑醋壁 中味是明蘭 後味呢是澀香 我真的覺得這一瓶聞起來真的是 非常舒服 做了一點氣質的感覺 就是一種很小女人的味道 如果有女生噴這個然後走在街上 你聞到這個味道 你就會想要多吸兩口的那一種 這是一個很乾淨 然後很優雅的女生身上會有的味道 買它 好 再過來呢是我的top 3 這一瓶呢是愛瑪士 這一瓶的名字蠻酷的 它叫做血色大黃 它的香調呢是偏清新花果調 它的前調是大黃 中調是紅薑果 西調是白色香 它就是給人一種很乾淨 然後很酸甜的味道 我那時候先用它的適用 然後呢那天我就走在路上 有一陣風吹過來 我當下整個愛上這個味道 它就是一個很清新 然後果香調會比較重一點 就是給人一種很舒服的味道 然後你會想要一直噴它 像我自己就會喜歡 噴在我的日常用品上面 它有一股甜美的醬果味 是那種給那種很活潑的女生噴的 我覺得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是古龍水 所以呢它大概一兩個小時 味道就差不多不見了 所以如果想要一直維持這個味道的話呢 就要一直不噴 這是它的缺點 不然我其實超愛它的 再過來呢是我的top 2 這一罐呢是椒藍的 叫做Nirolavetiver 它的香調是偏木質花香調 前調是羅勒 紅手乾跟苦橙液 中調是無花果跟橙花還有玫瑰 後調是蓮藍草還有白色香 這一瓶呢是我在西班牙聞到的時候呢 我整個愛上 我跟各位講一個小秘密 在西班牙買香水真的好便宜 它裡面有一股清草味 但是呢是那種舒服的 然後又有一點 就是那種草味跟花香味 有一種在草地上奔跑的感覺 嗯 然後講得還不錯耶 登登登登登 再過來呢是我的top 1 第一名 就是Diptyk的Aewoo Rose 這一瓶應該大家都 很多人都知道 這一瓶的名字叫做Diptyk玫瑰之水 裡面是有大馬士格玫瑰跟千葉玫瑰 它的前味呢是香檸檬 黑醋粒跟荔枝 中味是茉莉跟玫瑰 後味是澀香 打雪松 你可以聞到它的玫瑰跟荔枝 融合在一起的味道 就是一種很優雅 但是又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這一瓶呢 榮登我的第一名 其中一個原因是它的包裝 這一瓶是它的聖誕節限定包裝 那時候我在法國 我為了這一瓶我跑了三家Diptyk才買到的 然後你看它都已經被我用到剩一半了 就代表我平常有多愛它 我平常像那種比較正式的場合 然後就是你要長得很優雅很乾淨的時候 我就會噴它 因為它就是給人一種 讓你覺得蠻溫柔的感覺 但是又同時又優雅 然後又帶一點活潑 嗯它就是我的第一名 以上是我的香水Top10 大家還喜歡今天的分享嗎 或者是你們有什麼推薦的香水 請在下面留言 我要去買 好 大家再見 掰掰